好了,又回到,剛才說錯了,不是精馬的灌熱鼻 你比我多,亂了,很正常的 隨便吧 你是想說那個變態的東西 變態的東西,很有型的,在那裡切河豚 給你說的 我是會給他仔細的,我是會給他仔細的 他是怎樣呢 某程度上,他的父親,兩個父親 精馬和灌熱鼻子,應該是認識的 根本就是,因為是同一個組織的人 因為大家會記得,為什麼 灌熱去了他們那裡 就是在他父親撞在那裡 但是,就被高倉家脫掉了 甚至他父親會死在16年次的事件 對,但反過來說,他的妹妹 就收到一封信就說,我們就是搞定了,我們要一家團聚 當然,這個應該是寄信,即是事發之前寄的 即是,他有這樣的互動關係 當然,夜人姐說到,最過癮的當然是那個變態阿爺 只是說而已 變態阿爺,過癮的地方是什麼呢 他絕對不是玩了一些小朋友的不知什麼遊戲 他只是一個,怎麼說呢 很典型的那些 武法戶?還是叫什麼? 不是,是大家族的那些很壓迫性的那些 那類的東西 應該是一個完美控 完美控都可以 他什麼都追求完美 對,抱的女人要怎樣怎樣怎樣的 吃的要怎樣怎樣的,不知做什麼 就是好像都很好戲 落實規限的 對,對 那些人來的 但是呢,奇奇怪的事情就發生了 那他阿爺就 因為他阿爺就應該是一個原因令到他爸爸沒得回來的 那所以呢 不過那一篇是比較用搞笑的方式說 對,都幾難頂的 其實 跟著這個官業的妹 即是那個卷卷頭 真沙子 就不斷先方百計 我只要堆壞了我阿爺 我爸爸又可以回來 我們可以一家團聚 於是他就不斷 但其實全部都是發夢的 他們就不斷的搞笑死法 要按下不表 但是他阿爺真的死了 怎麼死法呢 就是 有一條傻子釣好河豚 因為他自己 自己釣了河豚 他自己釣了河豚 然後他不讓他處理 他自己在那裡煮 因為他認為他自己是完美的 他即使煮河豚 都沒事的 結果那個人死了 因為美人總會老馬 對 這個就是最佳禮證 沒錯 然後那個人死了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天就發現 為什麼他的弟弟 Super Mario 馬里歐 就好像被那個爺爺上了身 這個我不知道是神話還是幻想 其實我覺得這裡應該不是真的有情節 是表達出來 就是真理怎麼控制了真沙子 對 這個也有可能 對 這個也有可能 因為就是靠他的弟弟 威脅他 如果你不聽我說 可能我對你弟弟不利 或者你聽我說 就讓你弟弟沒有病變有病 因為他用我俗命 對 對 所以又發生了這些事情 補充一下 學術一些 河豚他說的是什麼 Tesotoxin 那些是 對 那些東西是超級厲害的 因為那些東西是 Double Neuro Toxin 是兩種 打到死了 所以他絕對不可以中 那些是用我聽電話 那些 因為他10秒內是PK的 即死 呼不出氣 因為是說不出話 他真的是 麻痺了 他那些是麻痺的 因為他令你的神經反應做不到 對 對 那些東西是非常吊詭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也算是扭曲的家族 所以整個故事的人 全部都是奇奇怪怪的家族 反而主角的家族就是最正常 最正常 就是真正血型的人家族是扭曲的 無血型的人走性的家族 那個愛 反而更加好 真的家族愛 做了對比 不過 我們都知道 其實真沙子就是這個 那些是灌熱的妹妹 所以這個就是打了別人的臉 一開始以為她是被人飛了 那些女兒 而且是真的 怎麼可能猜到 沒有玩東西 那時候的感覺 因為你看到一開始 她是追著她兜搭過的女孩來射 對 那總之就是 對 那她為什麼要繼續追著她 其實是追著她哥哥 追著她回去 追著灌熱 雖然灌熱好像愛你不利 就是顧著Himali 但去到 去到 有一幕就是 真沙子追到她後面 最後幫她擋子彈 對 這樣 然後 最後 浪子彈 其實都表達了她 真的有那個 兄妹的愛 最後 不過就是 真沙子說 你先走我電口 就落死亡費 基本上都死了 然後最有型的一幕 對 以前是OP那個位置 對 然後很有型的一幕 於是就死了 死了嗎 她本來是死了 Turtout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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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去工作 所以是沒有死 總之就是 表達到 《真沙子》那裡 其實都是有家族愛的 題材裡面 表現 但我有個問題 我想很多人都會有個問題 聽了這麼久 這個死人 真理 粉紅頭 女性型的男人 他究竟是什麼 其實沒有說到的 但是可以猜到一二的 可以猜到一二的 例如 你可以想到 他以前都是受盡 風吹雨大 日曬折磨 雷折磨 雷折磨 總之以前都是 不太好過的生活 他其實是很自大 因為 例如 你既然知道 黑色兔仔 都是他自己 那時候 其實你會發覺 黑色兔仔被人稱讚 他就是自己稱讚自己 其實他是很需要 認同 你錯了 這個絕對不是這個意思 你肯定沒有看AGE 蛤 真的沒有看 真的沒有看 Shit 都真的沒有看 大家都知道 Boyage大叔 旁邊有兩個 跟班 他只是說一句 就是 Toon Orodolides 無論大叔說什麼都好 好 正如敦所說的 他只是說一句 就是不斷有兩個人在旁邊 說這句 贊同他說的 但大叔是不是很自大呢 這個還是無從判斷 所以這件事情 未必一定是成立的 在這麼無稽的AGE 在這個概論上面 OK 這個扯開了 為什麼沒有人看 重點是 總之重點是 很好笑 重點是 他是一個 要別人認同的人 要別人認同的人 再知道多一點就是 他跟陶果已經是 死敵 特別的人 兩個都是 他在天空之月分室 兩個都有超必 是的 圖書館 即是 起碼里入圖書館 進去天空之月分室 那一集又是真的不知道他做什麼交叉 沒有啦 突然就彈出來 11、12集 是嗎 這麼早的嗎 是中間的 正馬撞車之後 終於完蘋果線的時候 搞這麼久終於完蘋果線 就不能彈這集出來 可以說真的開始入獄 但其實都是不知道他做什麼 不是他就彈了一個角色出來 我想他那一集用來介紹角色話 那一集其實說回 他講了很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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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講了Himali 因為得到你喜可夢 當一些回憶 總之就是 真理就是有那個能力 也都說到他特別的人可識兩個 不認同對方 就是講陶果 其實他在中間那一集有講到這件事情 總之他對陶果都是有特別的感情 其實為什麼 他要將 但是也有一個奇怪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 其實是 Himali的企鵝帽 是真理將他們的企鵝帽 做這個命運的新娘 所謂的 但是 那為什麼 屬於陶果的企鵝帽 應該是 會在真理手上 為什麼被他老了 對 這是真理一個問題 我也不知道怎麼解釋 解讀不到 可能有DHL送給他 是 雖然兩位同歸於盡大實 可能是真理 復活師 可能是大難不死 大重傷 對 能力強一點 諸如此類 總之 他對陶果這個人 雖然是死敵 但是 也是真的喜歡的人 雖然是喜歡的人 命運之類 但是那時候 他是 沒什麼死款 那時候 但是陶果是個小妹 可能是亂同僻的 可能是 誰知道他 總之對他來說 不是符合他的變態外表 我要 對嗎 可能十六年前 不是這樣的 十六年前 他還沒變胸子 他一定是這樣的 變成胸子 所以才維持錯 總之 他們兩個 因為他和陶果 都是有特別的能力 改變世界能力 所以兩個都是特別的 命運之人 為什麼最後被人阻止 就是他自己仲下的魯馬 其實他比起媽梨 其實他想見回陶果 為什麼要救起媽梨 他為什麼 武的力量用盡 都要救起媽梨 打針給他 救起媽梨 除了想利用他 來威脅這個冠孽 去做彈性的事件之外 都某程度想 因為想逐一條命 給他有機會 陶果再出現 腳頂帽 之類之類 某程度上 我想問 陶果是一個不斷脫衣的女人 還是 某程 因為打針給我 好像要避免不斷脫衣 其實水星公主真的逃果 對 但是他不斷脫衣 他走的一步就是摸一件 摸衣這件事 是 脫去 這個是有些所謂的 他生命的抽取 這個沒什麼解讀過 但是不知道他做什麼 是不知道要用摸衣 總之你很震撼 你很震撼 你很震撼 第一集看的時候 有傢伙做這麼多事情 OK 好啦 故事大概 講到這裡 其實 能夠 可以討論的地方 有什麼補充 有什麼補充 可能可以 有什麼值得說的地方 再提一下說 說一點點 如果企鵝罐來講 有三個 我們從來都沒有提過 因為真的太影響了 那幾隻企鵝 四隻 那幾隻企鵝 四隻 忘記一個 還有一隻翡翠 那幾隻企鵝 那幾隻企鵝的作用 除了出來搞笑 也會有些作用 很可愛 例如帶些什麼攝錄機 但去到後面就很英國 但我反而不說 因為這個是劇情表達方式 那幾隻企鵝 四隻企鵝 三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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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那隻 一來他用來 其實很強調 就是紀元不想寫得 他本來紀元打算做得很黑 但他打算再直接一點 赤裸裸的描寫 但最後 比野人家 怎樣 野人家的皮膚也不太黑 如果對比毛 我應該是雞毛 雞毛 雞毛 雞球 為什麼是雞毛 沒有關係 唉 死了 死了 總之 因為紀元幫演 監督有訪頭 說到 他本來寫得再黑一點 再直接一點 去寫劇情 但最後 他聽過劇家工作人員的意見 因為他經常說到 他給很多人提意見 最後決定 用一些 不要那麼直接的方式 變成現在的風格 抽象 抽象 給觀眾看完之後 有自己解讀 但又不知道是否正確 當然 有自己解讀 他一直都不喜歡 說得很明白 Anyway 但 那四隻企鵝就是 這樣出來的產物 就是他第一 想搞得很輕鬆的氣氛 就算是廠商的場面 也薄忙搞笑 因為他經常說的 強調的一件事 前期就做到 QB為什麼這樣 前期就做到 但後期就沒什麼用 但其實其我更加 另一個用途 就是在於他表達 他們那個角色的內心想法 內心他們的想法 即是他內心不斷揭咸書 講揭咸書 這件事 很後期 有一網友有印象 例如說 200個 不有莫非 然後 不接受他,總之是要走,要走的終於要走的情境 或者去到一個灌葉的企鵝,灌葉和蒸馬的時候 或者灌葉和喜瑪莉的時候 例如不知道哪一隻企鵝遞一些鹹書給那隻企鵝看 你知道灌葉那隻企鵝粗魅的時候經常看鹹書那些東西 甚至那些東西都不看,這隻企鵝就走開了 其實灌葉的決意已經很深,不會再回頭 其實他那些企鵝的互動是表現了他們的角色狀態的反應 有留意到這些,我沒什麼留意 但會不會這樣,灌葉做的恐怖襲擊可能會找鹹書襲地球 他儲了這麼多照片 他內心的態度反應,根據鏡花所說 因為後面比較明顯一點,後面才會有這些情節 如果前面只是他們兩隻企鵝,在廚房那裡 一隻企鵝炸東西,油撲進去一隻企鵝,然後一隻企鵝調停 一隻企鵝就搞定了他們兩個 那些畫面表達是另一種他一直都有做的手法 後面明顯一點,所以企鵝比較歸類於一隻吉祥物之餘 都是一個劇情的表現方式 搞笑逆 也是製造輕鬆戲快的角色 但事實上,整套畫面都有很多不同的演出 例如鐵路 但Triple H出來做什麼呢? 我真的不知道做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做什麼 竟然是這樣 其實真的賣歌 賣ED Triple H其實真的沒有實質的用法 我不知道他出來做什麼 我收一條頸子,我很開心 某時候說起媽媽以前那種壓抑的心情 其實壓抑住 壓抑住本來都是想成為明星的一份子 但因為他父母是恐怖分子 所以失去了這個機會 失去了這個機會 不過我覺得沒什麼收回 由Triple H變成Double H 對,而且某程度說 最後那個唱片給提示 蘋果的咒語 其實有點牽強 所以算了 但總之你看到幾圓式的演出手法 就是從設計上去進行 還有他很多 突然間 噔噔噔噔噔 三行式的島嶼 有個人名 然後下面數幾句 幾年前 說句回想 是地人 他會說 是地人 但其實他這種不斷插來插去的手法 其實都很亂 因人而異 有人會覺得亂 如果你不斷插插 你不就變成分段式的看每一件事 但其實這個故事的主題 就是過去 過去這件事影響到現在這件事的發生 以及過去是不能放下 纏繞了現在的人 但他的表現 特別是前期那種 其實是挺廣闊的 第一 沒有人知道什麼叫企我館 起碼看完十五、十八、十九集 你都不會知道 完全沒有想法 什麼叫企我館 你只叫他去找一件不知的東西 然後他前面做的是什麼呢 日常家家走 然後看看變態蘋果 怎麼去夜逢Tabuki 然後看劫阿芬 不知道怎樣怎樣 那些東西 你只會覺得 有個三個人的兄弟姊妹 那妹妹就來死了 然後他要搶滿日記 不知道為什麼 那一天都不知道是不是企我 那那個人 就是瘋癲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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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癲 他到後段 十幾集開始 雜集新庄作 雜集金 來得很快 高潮疊癲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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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癲 就是過去回想 但正如鏡花所說 這套東西 重點就是人的過去 但他出的密度 對比一下他 前面就太下 後面就太密集 他現在兩季 前面就變得很慢 人物介紹 所以其實我看的時候 我都放下了很多集才再追上 我身邊很多朋友 其實最頂不上就是蘋果那段 蘋果那段真的不停 大家都知道是沒有可能的 他們真的會跟老師結婚 做那麼多任何頭路武功 但後半段就 因為很多回想 你會有很多東西解釋 變成拋了很多資料出來 你會覺得很急 其實都分三段 前段就是蘋果 然後蘋果撞車 就帶出了一連串事件 中段就是 角色的回憶 逐段逐段說出來 後段就是 他們說回他們三兄妹的關係 連繫 分了三個部分 總之後半段 我們就覺得比較急 但是前部分 真的非常講一下 中後部分 就急 都算急 因為比較多資料 最重要是多資料 你消化的時候 你要想很久 而且主題是 這套事件 其實有個好和有個壞的地方 就是 它是一種很 term creating的演出 就是 作為一個slogan 是不錯的 就是 開球 新全戰 沒有問題的 在這裏說氣可貫 沒有問題的 在這裏說氣可貫 以多以多很多這些 他有很多 term 但是 你去到很後期才會知道 是什麼 甚至你都未必一定很明白 他說什麼 但是 相反而言 他在每一集 最後完 的時候 都會有句好 倒題 那一集的 標題 標題 或者 那類的東西 跟民運完全相反 他會有句這樣的東西 其實 效果是很好的 但是 他很巧妙地 他那句話 通常都是一些很大 很容易明白的東西 所以 就不會把那些 term 進去 這個 如果 你作為一個 標題的演出 或者片尾 一個點題的小結 其實做得很好的 但是 你拋了這麼多 term 你 令整體理解到 就不算太高 如果你單集 單集來看 可能是一個不錯的 甚至某程度上 我斬了前面的八集 直接看後面 其實未必有很大的問題 這個會是一個 演出上的敗筆 當然 term creating 可以把很多不合理的東西 或者是把世界觀的空想程度 大幅度擴大 但是 如果你把解釋 壓到這麼厚 然後 沒有任何的解說液 是令人很廣闊 和理解困難的 某程度上 其實 很多動畫最常的表達方式 第一 就是 要是靠緊湊劇情 第一集 第一集固然有角色介紹 好像說是SS 之後就可以爛了 一開始是靠劇情吸引人 第二集是靠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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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問題這套是謎團 不斷在 謎團很多 沒有解過 前半季 但謎團在前半季 是完全沒有解過的 只要看見他日常新的 所以就滾得很大 但這個是最極端的做法 是將第二集的手法裏做得最極端 就是他完全是謎團 第一集是完全是謎團 第一集是完全會看得明白的 但他就是 只要靠畫面來吸引你 即是如果你說 剛才 咪前 咪後 可能說 鏡花說 這個 Eva那些都是要這樣 沒有解過 可能說 有人對比一下 但 你站在某程度上 這些類型的 沒有很假的東西 甚至你說 近期一些 小圓有時候 有些事情都沒有解過 慢慢後面都會透過 但 你在他前面 有個明顯知道 這班人做的是什麼 你會知道 他們做魔法少爺 很容易理解 魔法少爺 只是打怪而已 Eva Eva也是打怪而已 即是打怪 即是他有一個 你會知道他做的是什麼 即是有條主線 然後這兩個人是做什麼 就是 有個剝衣女 在那裡叫他 然後他們兩個 都不知道 其他罐是什麼 然後那個剝衣女 都不會跟他們說 其他罐是什麼 然後觀眾也都不知道 其他罐是什麼 然後你見到他們 就不是找其他罐 他們見到 就是有條 痴線女在那裡追著老師 在那裡說 我要 我要做我姐姐 完全不知道他做什麼 所以你會令 就是那個 雖然你要後面 才去擺 復筆在那裡解 為什麼 那些 term 是為什麼 故事真正是怎樣 但問題是 你能保持到那些人 還有你前面 究竟是做什麼 是沒有一個 reason 你說如果頭 2、3、3、4集 是解了這個謎 都可以的 但他瘋了一兩個月 最大的問題是 他前半季全部都是這些 那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有埋伏筆 但是伏筆的量 甚至可以說不多 沒有的接近 真的說了一些 角色那裡說了一些 還有一個主題是什麼 就是 因為他後面 就算要用伏筆的時候 他會播一段片 基本上 你甚至可以當那個 是一個回想畫面 是那時候播 都沒有問題 都有的 所以基本上 他的伏筆是 不知道伏來做什麼 因為 他的伏筆 很多時候可能說 說了一句話 然後那句話 你未必了解 但那句話 其實沒有一種很特別的 key word 即他有表演其他作品 即可能我們之後 講鬼才傳 其實他有一些 很有代表性的物品 即是那個位置出了一次 所以你一定會留意到 或者什麼 後面很容易想起 但他只是混償了日常對話 譬如說 我每星期都睡不好 那你不會覺得 這句話有什麼問題 即舉例而言 可能他後面說 原來那星期就是 去開會的 即舉例 即你不會覺得 這句話是有個復拜的 然後復不定義也不大 甚至忘記了之前 有說他這句話 是的 這個的確是 印象最深的就是 因為 冠逆第一次 再跟曾沙子見面 就是入了夏娜家大閘 那裡 然後曾沙子說了一輪 說他什麼愛情唱的 那些獵人啊 那些東西 即他那時候又說 你為什麼 你不是就好像 企鵝被人 互相擠勇 推到冰海 即是 那一輪 他說的那些話 最多 我自己說 畫得最深的方法 都只可以說 好了 他們在這個 企鵝沒有爭奪 爭奪日記這件事上面 另外還有些事情 發生著 我們之後才知道 那個是說 企鵝會的恐怖襲擊 那時候 但是問題就是 就算你觀眾知道 那裡是說什麼 但是最多知道 畫到這個程度 還是不算是復佛 不知道他做什麼 那時候就是 那些劇情 所謂的復佛 其實是你要 後面看回 再看完 後面看完劇情 再看回前面 才知道 原來在說這些東西 但是你那時候 是不會當成復佛的東西 或者應該說 買得太深 是復佛 很吊詭的東西 就是 我開始講過 他是一個很 term creating 他增了很多term 然後那些term 是沒有用在復佛的 很多時候 那些回想用的畫面 其實是很少涉及於那些東西 其實這個是 某程度上都敗北 如果你說 可能說 突然間說 為什麼救不了他 因為我沒有企鵝罐 後面可能說 我企鵝罐 為什麼這麼重要 那你有用的 但是他表達那件事情 例如舉例一句 高倉家的罪 只是我一個人的罪 正話說 其實那句話 不是很重要 你不會想到 是這樣的 他高倉家的罪 只是他一個人的罪 因為他真的都是高倉家的罪 是有血緣 那兩個人生的 但其實的確是 那時候你不是這樣想的 你不會 你完全不會覺得 因為他三子 三兄弟 三兄妹 為什麼只有你一個人的罪 是這樣的 所以 不會特別的 令你注意 或者是 他沒有一種 點題的作用 他很搞笑 就是 他後面 那句話 是用一句很雷紋 很普通的 然後可以做一個 點題的作用的標題 然後劇中 是涉及了大量對白 用一些虛字 以及Tangry 那句話 又令你 劇情理解 是不斷有一個謎話 但那種謎話 就未必一定報復筆 那種謎話 因為 他只是令你 看不明白他說什麼 然後因為他真正報復筆 很多時候是人物的事件 而不是透過人物的對話 所以他說的話 基本上又是另一種 說一下的問題 其實再說就是 Term Creating 我們最後再說 其實那些企我冠的東西 一到最後 愛 生命 是一些很抽象 對事件 不直接影響的關係 反而是 一些紀元想要表達的東西 但他用了 他所謂喜歡用的 漂亮的字眼 用一些比較特別的東西 去表達出來的意思 反而是 你站在一個Marketing的角度 來講 一開始要Sale 正如我們一開始說 你打生存戰略 企我一貫 很容易記得 因為這個Termal you create 是不是有人用 即是你說Keyword Searching 或者是一個Eye Catching 是有用的 但如果你站在一個 First Round Marketing 你一開始這樣OK 但如果你這套東西 去了兩三個月 都沒有人知道 這幾個東西是什麼 這只是站在這幾個字 只能代表你這套東西的名字 就不能讓這幾個字 令人去看這套東西 的確是 很多人未必是 看這套東西 但都會生存戰 不代表看這套東西 你只知道那套東西叫熊綠燈 但你不知道熊綠燈 有什麼用 這個就是前期會最有的問題 但我最後想說 一開始也說到 其實有解讀 有解讀有解讀的看法 不解讀有不解讀的看法 其實後期 即是斜體是怎樣看法 不可以說斜體的 因為其實都不是 就算你真的很認真去看 但你認真的程度 你差不多要寫一個 表出來 慢慢去理解 慢慢去理解 逐樣逐樣逐樣 去理解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我們剛剛說了這麼多 才知道原來整件事是這樣的 一般觀眾有時候 即是就算他真的看 都未必可能 特別呢 他是 周間播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你未必 因為其實我是之後看的 因為他講過 他十多集 他講了幾集 在TOPKEY 和白俠 他們那些 往事道那裡有兩三集 然後你是抽離了 他現在做的那堆東西 又講了兩集 即是你發生了一個月的時間 讓你是 out of your memory 已經忘記了之前那幾集 是會有一個catch up上的問題 因為我看回 我自己周間看的 討論最刺激的 當然是第十二集 第十三集 一天講回十四年前的事 講回綿羊 三隻綿羊的故事 那麼多這些謎題 一天拋出來 當然大家有很多討論 基本上那裡已經是對答案 對 對 其實是對答案 因為大家有很多猜想 之後去到 剛才講到 過日國人過去的事件 其實那個討論的氣氛 真的沉了很多 因為沒有話要說 沒有話要說 最多就是白俠那件事 就知道逃歸能力是什麼 這樣 講了逃歸真正 他終於跟你說 這本日記為什麼是控制命運 你終於知道那件事 終於知道那件事 唯一那裡比較好一點 就是他給了兩個例子 去證明 然後這兩個例子 用了三集 接近 兩三集 那你是覺得 不用了嗎 因為他講過兩集 但有一集是蘋果 被白俠拐帶去 那個女朋友 那個 那個SM磅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不要管 不過不是重點 總之就是 不過我想說回 為什麼不去解讀的人 只有他的看法 就是 我會覺得 他們後期很厲害 我會覺得 其實幾元 就算是你看不明白 但可能很容易 把情緒被牽動到 我常常會把奇我罐 比喻成一套 好像一套舞台劇的動畫 因為他真的很靠 是靠角色的台詞 很靠角色的 很受到音樂的配合 音樂這個配合 這個我不會解釋 就是 那些背景音樂 我相信大家都很深刻印象的歌 都會有幾首 或者是Ending那些 一定是 Ending的幾首 Ending的幾首 例如《膚色水耀日》 那些東西 大家都很Catching 那些歌的配合 還有台詞 因為 其實他不像正常的對話 有時候 這個我同意 他真的有點像舞台劇 他比較像說一句 對白出來 因為那些咬文著字都很厲害 還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 他好像節省成本 但某程度上 真的很像舞台劇 因為舞台劇的演出手法 是 誰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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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裡 除了這幾個人之外 全部都是白色頭 白色頭的軟圈人 所以 你可以以為 另一個角度 是另一種相似性 所以 去到後期 可能 直接都是 講到各人的情感 那方面 不要理會 六年前的事件 可能是 他們哪 Ф但是 到達一個官 tied 一天一蘋果他們 醫生遠離我 嗎 現在蘋果他們 深じゃ無麻煩 反而 光顧 你知道 來告訴他們 論 再靠氣氛上的配合的時候,也很容易被他感動,有些人是這樣的 我記得近來看過一篇調查,女性的觀眾比較多 具然? 是啊 看仔嗎? 可能吧,挺吸引的 I mean,陪對上 陪對上固然是 對,陪對上固然好像被人這樣說 劇軍不在這啊 總之,他實際上紀元邦也說是少女漫畫的起家 人設的星野這條 星野這條其實是要怪少女石樓 因為少女石樓是人設的漫畫原作者 有相對而言,動畫演出有多大的落差 但是紀元以前是做美少女戰士,甚至是少女革命 各方面是以少女漫畫的形式去表達 反而現在皮革罐都抽了這些,抽了少女 已經抽走了很多那種的形式 但不是的,喜媽咪是一個很平凡的額頭女 這樣站在少女漫畫立場也很符合 你看她是甚麼年代少女漫畫來的 少女漫畫喔,不是那條女是很普通的嗎? 現在都不是的啦 現在的女都很漂亮的嗎? 在妖湖城博庫SS 那些不算是少女漫畫 但的確是少女漫畫 我不是很舊的,那些可能是幾年減解 總之,她是比較偏向需要你有個感性去看劇情 當時才能代入戲分,代入角色 你才會享受那套劇情 即是你不需要知道話說甚麼 你只能代入那套劇情 某程度上來說就是的 至少雖然說她有些解讀方面的東西要想 但有些東西都很明顯的情感方面的東西 這套就是動畫的特點之一 不過最後來說,其實這一套動畫 可能大家的評價會是怎樣呢? 以我而言,老實說我看不明白 但某一個畫面的解說,我有猜想 好像剛才那樣比較黑的劇情 但整體來說,可能要參考很多東西 我才大致上了解故事說甚麼 但整體而言,都比較難明白 但如果譬如說,有些人看電話 我自己而言,一開始是給她那種演出方式 例如《生存戰略》那種很華麗的畫面 或者角色的魅力上吸引了 本身都很期待的 即是你喜歡看《剝衣服》? 應該是比較新穎一點的 演出手法應該是 不是《剝衣服》的,重點不是《剝衣服》 正在笑著 作畫等方面的演出 我很喜歡那一類動畫 不用一般常規式的手法去做的時候 你喜歡《新房流》嗎? 《新房流》我很喜歡 不過它跟《新房流》很大分別 就是《新房流》直接跳開作畫的概念去做 但《藝衣服》現在是非常喜歡《剝衣服》的 這是劇情本身的問題吧 我猜一下 《剝衣服》應該比較創新的手法 不是一般動畫用的 所以《紀元》雖然它的範圍已經在作畫裏面 但它的設計方面 怎樣去用作畫去做 我覺得這個都蠻好看的 一開始我給《新房流》吸引 到最後你吸引後 就慢慢發覺劇情 原來有很多事情 有很多謎團 有很多事情要想 有很多事情要想出來 所以就真的要看你有沒有人 有沒有那個興趣 我自己就蠻有興趣的 我覺得有很多事情 慢慢去 逐個抽屍摸檢去解讀出來 寫一些解讀的東西出來 慢慢去想 慢慢去對答案 然後去討論 再去看 那套東西 到底在那裡說什麼呢 之餘此類 之前不是說 有些研究開動畫 會很喜歡這套東西 但也是那句 它研究是 研究真實的東西 研究一個動畫的解構 所以 這套有一種劇 一種劇 叫做非罪事性故事 但這套就不是非罪事性故事 非罪事性故事 真的完全有很多 夾集了很多畫面 是有意思 是有罪事的 是有罪事的 但是 他的意思是 那些畫面是沒有罪事性可言 但是 你從那個畫面 可以記住它 表達到意思 近年一套 真是電影的 不是動畫的 就是生命樹 那套 嘩 那套 對 這套就不是的 這套是有罪事的 但這套有很多時候 它就算聚了一件事出來 但是你是要靠那件事的異象 它的隱喻 去理解整件事 這一個就是 你要喜歡去考究到這個地步 你就會去看這套動畫 或者 除非好像我這樣說 你這個人很享受 那些歌 那種舞台劇式的配合 各方面的東西 只去看那樣的角色之間 互動都OK 但是你要對口味 所以 所以 我看這套 網上的評價都很涼極化 其實是涼極化 我也是看到 阿珍李章來那一集 然後我吸引 大哥 很難等的 然後錄製之前 一天就看完 而且 也很擔心 就是 前期視 我真的不知道他做什麼 我看得受不了 前期我都不喜歡 我覺得自己很厲害 他看了兩個多月 對 看到你火大 就是蘋果你不要再搞 你不要再給蘋果加上這些東西 大家都知道不會有效的 還有大家記得 我新翻當然是說什麼 我目標是看企我搞笑 他去到後面的企我都不動 企我鬼人 企我沒有了 都不搞笑 那就是 更加沒有人 他已經變成不是搞笑 那時候 他站到後面 打後 第五集 打後的分鐘 就只是在家裡走不走 或者在家裡穿衣服 他有其他事情是做的 但他吸引不了你 吸引不了你 所以 前期 你最擔心的就是 很多人都在說 撐不上蘋果那裡 其實我說 撐多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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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撐到聖馬撐車 那時候就開始好看 我經常都這樣說 你這麼黑心 因為那集真的 完了那個位 就會去到劇情入戲肉 這個是我覺得最敗筆的 其實如果他早點 早點開戰的劇情 早點開戰的劇情 還有後面的蝙蝠家多一點 就會好一點 特別是最後幾集 密度 那也對 因為前面滾的蝙蝠 滾得太多 例如十四年史的故事 和綿羊的童話故事 可以分開兩集 我知道密度已經好很多 但是兩集都放在一起 一次過有很多東西 湧進來 基本上你看完一集之後 你都消化不了 實在太多了 所以他覺得最大的 就是劇情編排方面 他做得不好 對 那今天大概到這裡 有什麼討論 繼續在蝙蝠的blog 不過不知道有沒有人回答 我看到有幾多人 期待我講的 可能大家有興趣 就一起聊聊 大家指教一下 如果你有什麼 我們在節目上沒有提到的解讀 歡迎提出 沒錯 下一集是沒有的 因為這個有專責 拜拜 拜拜 這個有專責 拜拜 這個有專責 拜拜 這個有專責 這個有專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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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